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贵大选 近日落幕了首相洪森率领的 人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那现在包含美国等跳出来批评 这是被操纵的选举 那么洪森现在不只要回应质疑 而且最近他还杠上了脸书 又是为什么呢 稍后不可不知的三件事一起告诉你 台湾少此话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不过你有发现吗 坊间补习班却是越开越多 根据统计目前 全台湾已经有超过一万七千家的补习班 学生真的是要补习吗 该怎么补才不会越补越大洞呢 本周-18大胆说 我们上街听听大家怎么说 16岁的你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的封面故事 要带您看霹雳舞国手的《仰臣录》 从小就开始接触舞蹈的吴定杰 年纪轻轻16岁 已经拿下了两座世界冠军 他是如何达到的呢 一起来看看他的封面故事 大概国一的时候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包包丢在旁边 我不学功课 把包包丢在旁边 然后我就开始练风吹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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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是练不太前 然后就一直练 然后派影片呈给老师说 哪里不好这样子 因为我自学了 我当然投资在跳舞上面 也更多时间 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得失心 觉得说练练这么多 我一定要拿到一点什么名次 那个时候是一年七场 所以就是这样紧凑 练习时间也要非常紧凑 然后我就 因为身体承受不住 然后结果表情受伤了 这件事情很好笑 就是我在上大号的时候 大号的时候 这样子撑 然后我觉得手手好痛啊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想要去照一下S光 然后我就发现 鼓劣了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鼓劣 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心疼跟不舍吧 对 然后因为这样我就会上网去 看一些就是从失败 然后转成成功者的角色的这些影片 像有一些什么国标舞选手啊 他们也有曾经受伤过 然后都要坐轮椅一段时间 他有时候他也会跟我说 妈妈那如果我五优店不好 那以后我没有办法养活 自己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那你就看看 Breaking世界的成功者 他们长什么样子 他就开始去回想 他就看到那些成功者 他就希望又再燃起 为了追梦 吴定杰在妈妈的力挺之下 选择自学才有时间专心跳舞 不过节目的后半段 还有更多台湾披露舞小将 吴定杰的精彩故事 不要错过咯 美国女童吃麦克鸡块 被烫伤获得千万赔偿 引起讨论 而在台湾也有人站出来控诉 被鼎泰风的小龙汤包烫伤 喉咙出血了 但是这温度真的有这么高 这么危险吗 跟着近新闻的团队实测看看 刚上桌小龙汤包热腾腾 还冒着白烟 每一颗都饱满多汁 这是鼎泰风超人气品 向竟然也潜藏危机 一名消费者日前在鼎泰风 点了一份小龙汤包 电源上菜时提醒会烫口要小心 但民众一口吃下高温汤汁烫上喉咙 小龙汤包是许多人爱吃的庶民小吃 内心里的汤汁就是精华所在 但滚烫的热汤可不能小看 刚刚出入的小龙汤包 实测温度达到63度 一不小心入口 恐怕造成口腔黏膜灼伤 一下子吃进超过60度以上的热水或食物 食道黏膜就会烫伤 所以想用美食之前真的不要太心急咯 不过说到吃东西 很多人在意的是食材好不好 有一间烧肉餐厅呢 他推出的便当 主菜是日本的和牛 配菜是玉米跟泡菜 一个要加破千元 快来看看你会不会买单 日本A5和牛牛排 碳火上发出滋滋声 来回翻面几次 通常像这样的状态的话 其实两面都有上色的话 我们都会先让他上来稍微进食一下 进之后加热再切成六小块 便当主菜大功构成 便当的话会用一些 我们现场用的一些比较基本款的配菜 这份只放基本配菜的日本和牛便当 自取价一千两百五十九元 为何破千元 店家解释光是这份一百二十克的牛排 在店里就要卖一千四百八十元 三道配菜 其中两道是自家招牌商品 单价也要百元起跳 另外一道奶油玉米 用的是日本白海道玉米 搭配法国奶油 便当销量单日十个起跳 这份商务客超捧场的便当 却得不到网友好评 有人说一千多块不如去吃巴费 而且配菜竟然出现玉米 这个还可以 但我觉得便便的菜太酥了 我觉得这套菜它就是 感觉不会在便当里面 我觉得好吃的话 普通也没有关系 对 像卤肉饭也是可以很好吃 它也很普通 其实市面上和牛便当选择不少 像是日本烧肉餐厅 就推出和牛卖鱼寿司便当 五百元有找 屏东烧肉餐厅 也有日本A5和牛烧肉盖饭 要价四百元左右 和牛烧肉专卖店 则是以海陆双拼便当抢市 如果想尝鲜又怕破费 或许也是个选择 千元便当锁定老饕首客 接受度意外的高 看起来台湾人的消费实力 真的是不容小觑 来看看根据日本六月份的官方统计 台湾游客的比例是低于韩国人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消费力却是全球第一 短短三个月 这消费总额突破了 三百八十四亿新台币 来到日本小京都 飞陀老街排队名店 一颗不便宜的和牛寿司 台湾旅客照样花钱不手软 毕竟这消费力可是享誉国际 光是今年四到六月三个月期间 台湾人在日本总消费 超过新台币三百八十四亿元 平均每一人消费突破十七万日元 相当于三点九万元新台币 应该有个几千块吧 所以我台币好像换两万吧 然后花差不多 日本官方统计六月到访 日本旅客总量突破两百万 冠军是韩国占了五十五万人 其次才是台湾三十九万人 再来美国位居第三 但台湾消费总额还是占了第一 消费力远远超过美国与中国旅客 花钱第一名当然是购物 加总约新台币一百四十五亿元 再来还有住宿 餐饮 加总都在九十亿元上下 同样也很惊人的 光是交通费 台湾人就花了新台币三十六亿元 带小朋友去玩而已 帮家人带药妆居多 博型啊什么的 海妆本来就蛮好用的 然后药品类的话 就是它都会出比较 就是我觉得比较符合 我们的食用习惯 只是在日本购物到底都买些什么 台湾人最爱排行 不外乎就是药妆类 维他命B群 荷利他命 以及瓦卡摩的味药 喉糖龙脚伞都很夯 还有电器类吸尘器吹风机 以及动漫周边模型 也是台湾人扫货商品 因为汇率变低了 所以接着它就开始有 更高的这种消费支出 就是买它过去 比较不会买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电器药妆 还有就是这个像优优独 对日本情有独钟 加上日币走匾 台湾人游日展现惊人消费力 美国的国兽是个一度称霸 北美大陆的猛兽 猜猜它是谁呢 这头凶猛的巨兽正是美洲野牛 你答对了吗 美洲野牛游着庞大 却灵巧的身躯 靠着外挂等级的身体能力 这头猛兽一度称霸了 整个北美大陆 巅峰时期的数量 甚至高达3000万至6000万头 但这样凶猛的动物霸主 还是敌不过贪婪的人类 19世纪末的人们 为了扩张畜牧业 以及获取野牛制品等理由 大肆屠杀美洲野牛 在短短数十年内 数量由千万头锐减至数百头 这惨绝人寰的灭绝速度 惊醒了当时的人们 美国政府也活速立法 成立保护区 在经过百年来 严格的富裕 如今已有约1万头野牛 生活在北美各地 而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也于2016年正式签署法案 确立美洲野牛 美国国寿的地位 希望劫后重生的他们 可以从此在这片土地 快乐地生存下去 欢迎回到少年新闻周记 本周国际间有哪些重要大事 时事Blows带您用一分钟 快速扫描 沃尔两国持续交火 最近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发动无人机攻击 两栋建筑遭到破坏 过去一向停物的美国 罕见表态 不支持这一次的攻击行动 俄罗斯也在退出了 黑海谷物协议之后 轰炸了谷物的储存措施 两国担心会引爆 欧洲的粮食危机 全球面临高通膨问题 但是南韩人均奢侈品 消费额依旧勾居世界第一 其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 占了快一半 南韩消费学教授分析 这种现象可能因为不景气 逃生活太困难 让年轻人想买名牌来扣赏自己 又被称为奢华穷世代 柬埔寨2023年第七届 国会大选投票结束 根据当地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 投票率达到了84.58% 是上第二高 现任首相洪森 率领的人民党表示 这是压倒心的胜利 而且在投票日后三天 洪森也公开宣布即将卸任 新政府将由他的儿子 红马内接棒率领 但此次选举也饱受 美国在内不少国家批评 指控这过程不自由也不公平 刚刚看到柬埔寨大选 看起来像是和平落幕 但是为什么引发一些国家的批评呢 对于这位即将卸任 而且是世界在位最久 将近40年的国家元首洪森 他近期又为什么要杠上 社群平台脸书 还有如果你对当地旅游 很有兴趣的话 出发之前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知道 本周有关于柬埔寨 不可不知的三件事 就让我们从这三个 关键制出发吧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关键字 那么就是废票了 刚刚我们就提到了 柬埔寨这一次大选的结果 执政的人民党 几乎是南瓜了所有的票数 以这一次投票了 810万名的选民来看 其中有高达了大约是有 44万张都是废票的 占了大约是5.4% 那为什么要特地提出来呢 因为按照柬埔寨法律 如果意图鼓吹 或者是煽动投废票 或者是说你亮出废票 最高可以罚5000美元 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15万 还有可能面临刑事的起诉 那就有人想说 既然没有想要投的人 可以不去投票 总可以吧 不好意思 真的是不行 如果在柬埔寨是不太行的 今年当地的政府 在投票前一个月修改了选举法 只要你不去投票的话 未来就很有可能被禁止 参加任何的选举 也就是说剥夺部分的权利 所以对许多人来说 只能非投不可 所以看完这一次的柬埔寨 在大选的关键是 似乎可以发现 都跟洪森是有密切关系的 不过接下来要提的第二件事 似乎跟脸书有关系 因为他跟脸书开战了 他跟脸书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不只是球星明星或者素人 像我自己也都有粉砖 可以跟大家联络感情啦 或者是发布消息啊 当然政治人物也不例外了 根据脸书的公开资料 目前呢世界各国的当权者 追踪人数第一名是印度总理莫迪 超过了4800万名的粉丝 那么排名第二的是美国总统总统 而且呢有两个官方粉丝页 合计哦 是超过了2300万人 那么第三名就是柬埔寨的首相 红森1400万人 乍看之下 跟前两名好像有点差距 不过也大家一个数字参考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柬埔寨人口只有1659万人 这样一笔就知道 哇多惊人了吧 不过呢前几个月 红森因为在粉砖 煽动了支持者 攻击了反对者 一度遭到Meta停权 就是这个举动啊 惹得红森气扑扑 他就对外宣告了 还要放弃千万的粉丝页哦 而且还要转战Titon 以及Telegram 只是呢 没有几天 他的幕僚又跑出来发文说 啊他的粉砖啊 不会关啦 不过呢 红森本人确定 是不会再用脸书了 近期因为选举 柬埔寨在国际的版面 几乎都被政治议题占据了 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充满 文化特色的旅游胜地 那么其中最知名的就是 吴哥哭了 如果呢 你最近有打算到了 柬埔寨旅游的话 那么一定要看到的就是 换美元了 出国旅游啊 换当地的货币很重要啊 不过如果是到柬埔寨 你就可以省下不少的功夫了 因为这里是世界罕见的 双货币并行的国家 除了法定货币的瑞尔 那么另外一个呢 通行的货币就是美元 不管你是到大型的百货商场 小到路边摊 通通都可以用美元现钞 那么瑞尔的功能是什么 反而比较像是零钱 他专门呢被拿来像是以找钱 这样的功能来使用 这也让柬埔寨成为世界第三大的 美元流通国家 那么柬埔寨的邻近国家 泰国最近呢 总理大选风暴持续的延烧 前进党的党魁皮塔 因为二度提名竞选总理 遭到国会的否决 那么掀起泰国民众抗议示威 现在就连当地的监察院都认定 国会的做法恐怕有危险之余 曼谷街头飘着毛毛细雨 但人民并不在乎 为了替心中真正的总理人选 二度提名被拔掉的 前进党党魁皮塔争一口气 尽管现在泰国监察院认定 皮塔提名备撤可能违宪 建议暂停原本27号的总理投票 但人民的怒火已经止不住 民众出动雨衣雨散 还有人比出反军权的三直理 但这可让泰国人民游行冲冲 最新民调显示 过半民众相信这次选举 会让国内社会分裂 其中非常相信的人超过37% 同样担心国内政治动荡的 还有西班牙 西班牙总理桑杰市 特地提前国会大选到23号举行 结果却不如预期 桑杰市领导的左派社会党 拿下122席 加上极左议会总联盟 共153席 却抵不过右派最大党 人民党136席 和极右派政党Vox的33席 不过两党结尾达到过半的176席 可能导致选制议会甚至重新选举 专家们不免担心若最终由右派筹组政府 将会是西班牙1975年后 首次有极欧裔政党入阁 将和近年又请的瑞典 芬兰和意大利重挫 以德法为主的左派势力 欧盟也可能陷入分裂局面 桑杰市民众上街表达诉求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的是印度 近期因为一起民族的冲突 其中有两名的女子遭到轮流的性侵 那么这起事件引爆民众的怒火 妇女团体纷纷走上街头 为自己的人生自主权发出怒吼 印度曼尼普省的一栋房子外面 聚满愤怒的妇女 有人愤怒地将燃烧的稻草堆丢进房子里 其他人奋力地用棍棒 敲打房子的墙壁和屋顶 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被指控五月 将两名酷鸡族女子脱光游街 还指挥其他暴徒轮流性侵她们 不过这还没有平息印度各地妇女的怒火 女权团体走上街头 愤怒表达政府失能 不只女性议题 当地存在已久的种族议题 更是这起冲突引爆点 曼尼普的地区平地的印度教梅太族 因为教育 土地 工作等保障名额的问题 和居住在山区信仰基督教的酷鸡族 爆发激烈冲突 造成多人死伤 而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女权团体的抗议爆发后 更多在冲突中受到侵害的妇女 也选择打破沉默 公开暴徒恶行 原来不止这些 在五月四号到十五号之间的冲突 还有许多女性遭到侵犯 失去理智的暴徒 转向对不同族群妇女的羞辱侵害 不只有女性被掳走性侵 甚至还传出 有两名妇女遭到轮流性侵后 残忍遭到杀害 虽然印度警方表示 已经逮捕三名涉嫌性侵的嫌犯 以及另外锁定了其他三十名涉案人士 但长期的性别和种族议题没有解决 众人怒火恐怕难以平息 不想让自己的权益消失 印度妇女选择站出来发声 但是中国这位政务官近期身影了 那么就是外交部长秦刚 一个月前 他突然从公众平台消失了 到底去哪 中国官方闭口不提 而且北京当局还突袭召开了 人大常委会 决议从7月25号开始 将秦刚免职 北京抛震撼弹确定秦刚落马改由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国接任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是中国外交部的老面孔 2013年就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到2022年底才由秦刚接手 没想到半年就迅速回国 王毅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堪称中国政治核心人物 而他和台湾也有渊源 2008年曾任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至于神隐届满一个月的前外交部长秦刚 到底去哪里面对媒体穷追猛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打死不说 毛宁就快翻白眼 但外媒紧迫盯人不是没有原因 原定8月举行的中国人大常委会 突然提前到7月24号举行 还插入任免案审议 不免其人一斗 根据会议最新结果 秦刚仍是中国国务委员 但专家评估秦刚下场比较好的结果是下基层 但如果触犯共产党天条 有对国家不忠的犯罪事实 最遭不排除要到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 中国外交人士大震荡 秦夏王上幕后惊涛骇浪 台湾的出生率持续地下滑 勺子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坊间的补习班却是越开越多 根据统计 目前全台湾已经有超过了 一万七千家的补习班 你觉得学生需要补习吗 稍后回来 -18大胆说 跟我们一起上街听听大家 这么说吧 如果成绩原本就很好 就没有那个必要再去花另外的钱再补习 不补习的话就是要自己的自律 自律性要够 要能够读书自己读书 可能就是同学有先修的话 会比较跟不上 你也担心自己不够自律 没有补习会跟不上吗 到底要不要补习 以及如何补才不会越补越大洞呢 本周的-18大胆说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补习这件事吧 虽然台湾少子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但是坊间开的补习班却是越开越多的 目前全台湾总共有 17,447家的补习班 其中有12,061家是文理类 3,231家是补外语 其他的2155家是记忆或者是运动类 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 教改这么多次 台湾人依旧是很爱补习的 像是国小阶段高达六成七的学生 他们去补习 补的是什么 国音术 那么四成二的学生 他们补的是音乐 美聊 舞蹈 这样的术科 那么到了国高中 他们补更多了 补的项目是什么 高达85.7%是学习类 那么艺文跟运动加起来 不到15% 那么至于升高中之后 补学科类占了115.2亿 也就是说 国高中生的校外补习 依旧是以学科类为主 他们维持在85% 但是这种学科类的补习 真的有效果吗 真的很有趣 因为就有研究机构 针对了国三学生 做了大调查 你知道吗 以补数学为例 有补习的比没补习的 只差了三分 三分真的很惊人 对不对 会补出效果的 只有两种人 数学能力最好的跟最差的 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 表现平平 去补习 只是浪费你的时间而已 那么还有补习的时间 也有玄机 刚上国中就补习的 其实对于成绩 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但是如果高二高三 再开始补习的话 会很明显 比没有补习过的学生 平均高出了九分 好你想一想 为了这一点点分数 九分去补习值得吗 那么有36%的学生 说自己真的是累垮了 还有27%的学生觉得 课业压力真的很大 感到情绪非常的疲累 另外还有13%的学生指出 因为他的课业压力 真的太大了 他出现了头痛胃痛胀的现象 还有6.5%的学生 因为课业压力 想过要自我残害 或者是一死了之 即便如此了 补习真的有用吗 学生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这个礼拜我们醒来了 少年新闻周期的 校园特派记者 樊思雨 实际做街坊调查 好的 谢谢赵文姐 我们现在在台北的南洋街 这里是台北历史最悠久 也最有名的补习街 现在虽然是暑假期间 但仍然有许多学生 在这边补习准备考试 我们现在就来问问同学 对于补习的看法 同学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那请问你从几年级开始补习 诶 国一 那请问你觉得补习有效吗 有 那你大概都补什么科目 数学跟理化 那如果不补习的话 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可能就是同学有先修的话 会比较跟不上 那补习是你自己自愿 还是你父母的 诶 我自愿的 有什么原因吗 我想赢同学 那补习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就是晚上可能睡觉时间比较少 但好处就是 那你觉得补习跟你学校上课有什么差别 哦 补习班老师有时候会教的比较深 老师可能大概上的就是课本内容而已 感觉不一样 因为这边是大班制的 竞争会很激烈 不像学校 因为像国中端就是5分到36分的人都在一起 这样在这边的话就是个个都是高手 我觉得补习不是必须的 对某些人来说 如果成绩原本就很好 就没有那个必要再去花另外的钱再补习 不补习的话就是要自己的自律 自律性要够 要能够督促自己读书 那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其实补不补习都没有差 可能上一整天会有点累 可能会补习班睡觉 这样效率也不会很高 但如果你是自己去自习的话 你可以早一点时间睡眠之类的 不会那么累 其实补习的好处就是把 学校上过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一个重点整理 然后加强在你的脑袋里面 然后让你在考试的时候会更有印象 坏处就是可能就是时间问题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补到很晚 然后回到家可能就是10点或11点 然后再让你11小时的时间 可能到12点才会睡 无论坏处是这样的 其实少了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 其实你很多时间都是花在跟老师 其实听老师讲 但你少了自己想的时间 对 然后你要花时间做 补习班的作业之类的话 你让自己能利用的时间会更少 虽然同学们觉得补习有好有坏 但是补习文化在台湾 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父母很担心孩子输在旗袍店 这些父母到底一年砸多少钱呢 根据统计每个孩子平均每年花 五万块新台币补习 学才艺 那么在七八年级的时候呢 多半只补的是数学或者是理化 到了九年级补全科的话 一个学期要六万块钱 等于一年十二万 那么最近坊间更是出现了 一年二十万账的超级全科 全科超级补习班 不过台湾还不是补最多的 在全球参与调查的三十六个国家 以及地区里头 台湾是排名第七 排名第二的是韩国 大约是有百分之八十四的孩子 从小学的阶段就开始补习了 韩国教育部更是在今年六月 下令了不准考杀手级的考题 希望可以导正学生去补习 感进度这样的歪风 究竟该不该送孩子们去补习呢 来听听家长的亮男之处 对于小孩子补习这件事情 我觉得强迫是没有用的 是应该要补他自己所需求的 他想要的去补才会有用 你只是一直强迫他 他死记很快他就忘记了 就是尊重小孩 就是他们想补就让他们去补 小孩如果不补的话 你硬要让他去补的话 他也是没有成绩学出来 他也念得很痛苦 每个爸妈他们都希望 自己的儿女成凤嘛 那在我的观看里面的话 我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他可能面临要高中考试 才需要我可能会送 那在那之前的话 我会希望他们是快乐成长的 如果真的要补的话 就是小六毕业之后 国一是一个跳级的时候嘛 就是直接升到国一 就是他的另外一个阶段嘛 那你先修好 你上去就不会很那么辛苦 因为可能现在是家长生的少 对 然后想要给下一代更多的 但是没有考虑到 是不是他所需要的 他要他去补的 是不是他所欠缺的 对 苏朗米苏丁 就算补习再贵 小孩子愿意去补多少钱 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再便宜 小孩子不愿意去补 也没办法啊 我觉得主要是要看小朋友 个人的学习能力 但他们如果说都跟上进度 都跟得很好 在班上在前十名以内 我觉得是不用送 那如果说进入到大学考试了 他如果说掉到十名以外了 那我就建议小朋友 我就会把他选择 把他送过去补习 那你如果是补习班 尽量少一点的话 老师才可以应对的来啊 你看你一个班那么多人 其实也只是让他下课 去那边写作业而已 那你觉得这算补习班吗 我比较向晚的是一对一 但是一对一是非常贵的 他如果说真的精神上面 白天的课业都已经很难去维持了 那适当的要调整 不是说把小朋友送到补习班 你就可以万无一失 就考上最好的学校了 我觉得父母这一块 还是要看小朋友的状况去做调整 好那我们刚刚访问了这里的家长 那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家长 都很尊重小孩 就是如果小孩想上补习班的话 就会让他们去上补习班 但如果小孩不想去上补习班的话 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我们今天的街坊就到这边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 在棚内的赵文姐 谢谢邵州特派员凡思雨 为我们做的街坊大调查 那么这一些受访的同学 多半是自愿来补习的 他们认为呢 补习班的老师教得比较深 而且整理得比较好 可以让他们比较容易抓重点 但缺点是什么 舟车楼盾 通车时间一长 很容易就感到身体很疲倦 在补习的时候 也会不小心打瞌睡 那么家长对于补习这件事 都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意愿 而这些家长 他们都说 花多少钱补习不是重点 重点在孩子愿不愿意去 如果成绩差那么就去补 而且他们还比较倾向 小六升国一这个阶段 可以试试看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补习班呢 受访的家长认为 这个补习班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学习成效会不佳 所以如果预算够的话 他们会倾向找小班制 或者是一对一 所以这么看起来 补习不补习真的是 有好有坏啊 那么家长的心态 如果没有改 这叫改永远是 换汤不换药的 那目前国内学生的 补习状况究竟如何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高中资讯网创办人许泽 来分享他的第一手观察 哈喽 许泽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中生资讯网创办人许泽 这边想要请教许泽了 究竟在108课纲之后 国内的补习状况 到底啦 有没有改善呢 我的观察是 不会因为108课纲 导致补习班的 补习班的人数 或者是参加补习的人 就变少 那原因是这样 从考题层面来分析的话 108课纲的考题 并不是变简单 也不是变得 变得很容易考高分 而是他把这些考题 纳入生活化 让学生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为了死背 不需要为了分数 而去死背一些题目 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读书了 而是代表你读书需要活用 你需要应用在生活当中 但关键的是 如果课纲 或者是学校准备的考题 老师的教法没有改变 然后补习班的变化速度 比学校还要快的话 那这样是反效果 因为补习班 通常收的钱 一定是比学校还要多 所以补习如果教的不好 那补习班就会被淘汰 因此为了并不被淘汰 其实补习班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甚至比学校都还要快 针对课纲的准备 也比学校还要充足 因此虽然我并不是补习班的 从业人员 但说认真的 就是我们自己身边接触的同学 或者是我也是108课纲 第一届的学生 我们发现说 无论是英文啊 物理化学这种 老师教的绝对都是从108课纲出发 如果老师还是教这种 很死板的题目的话 那怎么会有学生运意来呢 所以比较 比较惨的是学校 老师可能都还来不及变革 补习班老师都已经全配套 已经连课纲教材都已经全面更新了 所以学生可能还会觉得说 老师教的好像是一样 但是补习班对于108课纲的 备程准备 不只更精通之外 连课纲啊 教材这些变更都很快 然后考题啊 一些模拟的版本 都准备得很齐全 所以其实我觉得 要说108课纲对于补习班 有没有削弱的趋势 我觉得反而是没有的 谢谢许泽分享 感谢你的意见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呢 补习的好坏 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可以培养自己的自律性 就算没有补习 也可以透过其他资源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你的想法 有跟今天的同学一样吗 还是你有别的意见呢 不要忘记跟我们留言分享 跟我们一起大胆说 很多的补习 是为了想要有更好的未来 但是你有先想过 自己要的是什么吗 16岁的你 又如何帮自己设立目标呢 霹雳舞国手吴定杰 16岁就已经是 台湾霹雳舞的国手了 而且他还拿下了两座的 世界冠军奖杯 他是如何达到的呢 稍微回来 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6岁的你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来的封面人物 跳breaking 跳到成为世界之光 而且年纪轻轻 已经拿下了第二座的世界冠军了 我们欢迎霹雳舞的国手吴定杰 欢迎 还有他的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欢迎吴妈妈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替兽州的观众朋友 摸一下福利 可以请吴定杰现场 来帮我们小秀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的 掌声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有够厉害的 其实我们刚刚只是随性 给你一段音乐 你就可以跳成这样了 如果真的实际上 给你准备的话 那还得了 果然是世界冠军 谢谢 好 现在呢 这个棚井是这个色谷的街头 那么定姐呢 很长啊 在这个世界各国的街头 就会很随性来一段嘛 对不对 就是看到漂亮的景色 就会想 录一下 然后泼上网络 给大家看是这样 我真心觉得很佩服你 因为你年纪轻轻 才16岁 已经拿下人生 两座的事情 世界冠军了 你可以带我们回顾一下吗 到底哪一场比赛 哪一个世界冠军 是你觉得最有感 而且是觉得最刺激的 然后得到世界冠军的感觉 又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比较刺激跟开心的一次 是第一次 就是海尔伦的那一次 IBE 那也是因为 它是一个 历史很悠久的一个比赛 从就是老师们 他们在 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有了 可是你第一次站上世界的舞台 你都不会去的场吗 不会发抖吗 其实在那次出国 有不只安排了那个比赛 前面还有安排了一个大型的比赛 然后那个 那次 因为我真的太紧张了 我海选都没有进 就是我跳海选 然后我都没有进 我那场好沮丧 真的超级沮 然后我沮丧了大概一天 两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觉得 不行 真做起来 因为我还有下一场 我把握下一场就好 然后我这场就觉得 嗯 我下一场一定是太紧张了 我这场就放松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 然后想着表演给大家看就好 然后没想到就真的做到 实际上你在练舞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你是披荆斩棘啊 因为你从小就是在那种升学班啊 然后又要课业很繁重啊 那时候升学或课业给你压力又是什么 又很巨大对不对 对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跳舞 还没有很认真的想要去专研它 但是到国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我自己真的喜欢这个跳舞 所以就会很想认真跳舞 但是因为我上国中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 听说是全校最厉害的老师 就是他就很认真说 你现在回去要写这个要写这个 你这样就进步 然后就是跳舞跳少一点 因为跳舞以后不会有出息啊 然后你读读书以后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什么的 然后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功课很多啊 都写不完 然后我就有一次大概是12点 1点那个时候 凌晨啊 对凌晨 然后就就是看着我的功课都摊在桌面上这样 然后我妈妈就进来问我怎么了 我那时候摊坐在沙发上面 因为我真的好累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哦 如果我这世界上只有读书的话 我觉得好无聊哦 我不想活了这样 天哪 这么严重 真的 真的就是很沮丧 觉得如果只有读书的话就不好玩了啦 那时候你看到孩子这样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啦 当然就觉得很心疼啊 那但是这个当中我已经默默的 在帮他询问体制外的学习 我就开始在询问 就是我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在自学 小孩的这些家庭 然后我就询问到 就是离我们家比较近的自学团 有一天他突然讲说 妈妈决定了 要不然转虚 然后我就说 什么 可是我跟这些同学都变那么好了 因为都有一年的感情 是 跟这些同学都变那么好了 然后我妈就说 可是那边可能 功课不会那么多 好像也不用读那么多书 疯了你 然后我就 好啊 好 赶快转 超好笑 可是爸爸他OK吗 因为爸爸也是那种就是很会读书 然后也很会玩的人 所以他赞成吗 你们怎么要跟他沟通的 刚开始我当然 就是已经说服他爸爸 我们就转到自学团 去了以后 他爸爸发现 进了自学团 都没有读教科书 然后他们自学团 都是用行动学习 就是带着他们到处玩 到处学这样子 然后爸爸就会觉得很担心啊 这小孩以后不读书 会变成草包 那我每次在送他上课的途中 我就会听很多的Podcast 原来教育可以这样 带着小孩在社会上学习 不用读教科书 他们再回去考大学 并不会考得太差 而且他们有了专场以后 更有那种特殊选才的管道 可以进去大学读书 那妈妈就有提到 其实你是苦练型 不是天才型的选手 就是拼命练 拼命练 拼命练 可是我们就很想问 就是说那有没有练习的哪一场 是你觉得最印象深刻 或者是很刻骨铭心的 是到底有多苦啊 大概是国一的时候 但是还没开始自学 但是我那时候刚开始爱上跳舞 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 在家里就是做风车这个动作 是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可能跳开心 或是觉得跳舞好好玩 可以这样跳 这就很好玩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不行 大家都会风车了 我一定也要会 然后我就每天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包包丢在旁边 我不写功课 把包包丢在旁边 然后我就开始练风车 练练练练练 然后还是练不太起来 然后就一直练 然后拍影片传给老师说 哪里不好这样子 然后就练练练练练 然后练完了以后 后面 就当然也会像妈妈那样讲 练练练 突然心揪一下 说 写功课了这样 算了 再练一下好了 然后练练练练练 练到可能九点 十点 然后再去写功课的时候 就太晚了 又会拖到十二一点 在你这个选拔进入国手的 有一个阶段是一百零九年 大概2020年有一场很重要的 就是积分赛 国手的积分赛 然后还导致你就是受伤了 这个比赛是一个赛季的 是 然后它是 它那次 那个时候是一年七场 所以就是非常紧凑 你练习时间也要非常紧凑 然后我就 因为身体承受不住 然后就不小心受伤这样 然后受伤 当然也会很沮丧 觉得说 当下 当下会觉得说 这个腰那么严重 以后我会不会不能跳 多严重 就是真的走路都有问题 最后我妈妈这样背着我 扶着我这样走 真的 因为很痛 真的很痛 然后每一场上去都是 喷了很多 然后吃止痛药 然后喷了一堆沙龙巴士这样子 然后止痛上去跳 那一场我是腰真的好痛 我走路都走不好 但是那一天我就觉得说 这场我一定不可能赢了 我就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吧 这样子 我就这样一直想 但是我竟然还是一样拿到了第三名 我就觉得 这个心态比以前我这样子觉得好想赢 然后在旁边崩溃 还要舒服得很多 所以我后来就有慢慢 在心态调整上面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所以就后面也越来越厉害这样子 那你不是还跳到鼓裂吗 对 对对 我还有 那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还有一场是 那是因为腰很痛 然后好像是 好像是铜牌战 然后我就是做了一个叫做肘抛的动作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大力撞 然后撞了一下 然后我就继续跳 然后我下来 但是其实我那一天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发现鼓裂 因为我腰真的太痛 我那天就是躺在地板上 但是我呈现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直接躺在地板上 呈现一个这样的动作 但是我是在注意我的腰痛 因为我觉得我腰真的太痛 比我的手肘还要痛 然后我说 好痛 然后隔天 隔天我就 这件事情很好笑 就是我在上大号的时候 大号的时候 这样子撑 然后我觉得手肘好痛 然后我去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想要去照一下X光 然后我就发现 鼓裂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鼓裂 听起来感觉是 很drama 很欢乐 但是看在母亲的眼里 你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因为真的要成为奥运选手 真的不容易 那你又一路陪在旁边 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心疼 跟不舍吧 对 然后因为这样 我就会上网去看一些 就是从失败 然后转成成功者的 角色的这些影片 像有一些什么 国标舞选手 他们也有曾经受伤过 然后都要坐轮椅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会给他看 我说没关系 这个鼓励 带一个 因为我们在开动物业 我会知道说 这大概一个月 他就会复原 那但是他那个真的很痛 大概一年都没有办法 练这边的动作 然后他当然都会很沮丧 我都会处于一个就是 鼓励者的角色 然后他有时候 他也会跟我说 妈妈 如果我午休练不好 那以后我没有办法养活 自己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那你就看看 Breaking 世界的成功者 他们长什么样子 他就开始去回响 说话 Reboot BC1 他就看到那些成功者 他就希望又再燃起了 所以妈妈带给的力量 都是一直在支持你 那你自己怎么自我打气 自我打气 或者是说 藉由你的例子 你想要告诉现在 在看我们节目的同学们 因为他们可能也是 很想要一边跳舞 或一边做他们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又背负着父母 给他的期待跟压力 这时候要该怎么做 你一个前辈的例子 你可以怎么告诉他们 其实我那个时候 当然家人也有不支持我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 不能说 就是我发现不能只能 不能说就是说 我一定要跳舞 我不管你们 这样子 就是说你们不懂 父亲不懂这样 因为毕竟他们还是家人 还是爸爸妈妈 就是毕竟 还是要让他们了解一下 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就是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要去好好的跟家人沟通 然后好好的跟他们说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 我现在要那么认真做这件事情 跟爸爸讲一下 其实他们也会动你 那这样子 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会更顺利 这样子 对不对 OK 那有没有想要跟妈妈 讲什么感人的话 谢谢你 没有 最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舞蹈交汇你的事 或舞蹈带给你什么 就是一个 做什么事情都先享受就好 然后不要去担心 很多其他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对 对就这样 你的故事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的感动 那台湾的霹雳舞小将 吴定杰 他扬名事件 他的案例也告诉我们 你不用会读书 行行出状言 而且他还靠着舞技 在世界舞台闯出一片天 那也很感谢妈妈还有定杰 一起来这边 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有任何的意见 或建议吗 或者特别想要知道的资讯吗 非常欢迎大家透过 IG或者是粉专 搜索少年新闻周记 或者是透过以下的 Teams Weekly信箱 跟我们联系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潘兆文 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